好 还有打出了台美艺术协会 每年最盛大的重头戏之一 台美艺术协会连展 最近在洛杉矶的乔教中心举办 总计展出了69件的作品 包含有油画 水彩 木雕 书法等等 内容生动多元 让参观的民众大开眼界 来自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们 所组成的台美艺术协会 成员卧谱 藏龙 不只会员都具备相当的艺术学问和修养 且不断创作 不仅有专业画家 艺术家 更有工程师 牧师等 大家互相切磋 而要成为会员也不简单 得先通过层层审核才能入会 有很多人都是退休了以后 才重新提起笔 然后再开始画 所以我们一直要鼓励这些人 来开始绘画 台美艺术协会连展中 木雕艺术家郑炳全的作品 吸引许多民众的目光 透过细腻的刀工 郑炳全完美诠释出神话人物 维纳斯还有夏娃的美 另外历史人物班杰明 富兰克林也栩栩如生 艺术家杨文贤则带来充满台湾味的作品 除了用绘画来描述原住民的神话之外 更巧妙地利用立体造景技巧 缩小创造出美丽岛的台湾景象 让民众叹为观止 1963年就来美国 但是我的心还是挂在台湾 所有人都 活动 跟台湾的活动都会参加 强调以艺术来交流 激励彼此的创作灵感 台美艺术协会 均以台语 国语或英语来进行研讨 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台湾乡亲们 一起共襄盛举 东欣新闻英雄文李鸿正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